前副总统肖万长今天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肖习会将重提九二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三一八学运国内反服貌声浪高涨后 肖习两人首次会面 何静松方场义在北京的报道 经历了太阳花反服貌 张显耀共谍案 香港的战争 以及马总统挺战争 两岸的关系来到国民党重新掌政以来的六年新低点 而被寄予厚望扭转局势的就是前副总统肖万长 今天下午肖万长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我背后的人民大会堂会面 肖万长将代表马总统重提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希望能够消融这一阵子冰冻的两岸关系 肖万长不但曾经六度参加APAC会议 去年四月的博鳌论坛 以及十月的APAC领袖会议 都和习近平见过面 谈过话 这回关键的第三次任务 老肖能不能带着微笑走出人民大会堂 不但牵涉两岸关系能否继续向前 也将决定我国能不能参加 其他的区域长组织 记者何定松 方长逸来自北京的报道